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就是 能耗双控加限电停产 等于原材料价格上涨 那近期我们看到 多地是停工停产的情况 备受关注 那在能耗双控限电停产 落实力度逐渐加强的 一个背景之下 此前价格已经飞天的 一些高能耗高排放行业产品 价格预期是否会持续升温呢 部分地区这种一刀切式的 调控方式又是否会引发 新一轮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呢 我先说结论一定会 就是目前我们看到 在实际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很多地方企业或者地方政府 它的执行是非常一刀切的 这种相当来讲并不是 特别人性化 我们拿云南来讲 其实云南现在限电的 非常严重 但是限电的都是什么企业 都是在两三年前 他们去提醒引资 希望这个企业在它这里 这个投资建厂 其实花了很大力气 希望这些企业过来 但是现在这种 政策下来之后 它一直在 这个政府呢 一直在跟所有的企业 强调大家要讲政治 其实这个风气呢 肯定相对来讲 这个并不是特别健康 但是短期内呢 其实企业来讲 或者地方政府来讲 这个余地区 确实不是特别大 因为我们现在 在双碳的整个 这个大的目标下 其实很多这种 很多这个能耗 比较高的一些企业 确实其实应该 做出一些这个让步 只不过目前 在一个大的环境下 就是大的这个 周期体育流色 所有这种 价格非常涨 然后其实企业 并不愿意停工 那同时也是因为 确实产能比较有限 过去两三年 我们就是在 18年开始做的这个 去高达这个 去产能 做的非常的严厉 所以整体这个 产能确实上不去 所以在这样一个 环境下 我们同时又要去 控制它的这个 双碳的这个目标 然后又要去限产 就导致整个 是雪上加霜 算是一个这个双击了 所以接下来 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 尤其是接下来 一两个星期嘛 因为是在 这个十一大庆之前 所以这个政策 其实执行力度 是非常严格的 随过上下 现在我们看到 很多新闻 不仅仅是一些 工业用电 现在净面用电 都已经被限制了 而且它不是说 跟你商量说 大概什么时间 它直接拉闸 这种状况 我们什么时候见过呢 二十年前 所以就看到 我们现在整体来说 对这个能源的这个需求 确实增加了很高 但是我们的供给 没有跟上的时候 我们现在又要达到 这个限制这个排放 碳排放的这个目标的时候 就会导致我们是 有很多的目标 没有办法同时完成 它是一个矛盾的 一个现状 所以现在呢 我们只能是就近的 我们满足现在大庆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满足 尤其第三季 我们有一些硬质标 就是这个 机能减排 包括这个线碳的这个目标呢 一定要达成 昨天你看到 也就是新闻啊 这个造纸的全部都 蜂涨 股价飞涨 因为这个你要停工事先 这个其实带来的 这个供应的短缺 其实非常明显 非常显著 所以短期内 我们看到 其实价格一定会涨 但是长期内 就是十一之后 我们一定会看到 这个政策其实要松动 第一地方政府 其实它也要这个 要涅滞 就这么近 其次呢 其实商品市场 一定这个发泰率 也受不了 这种煤炭 这么高的价格 包括这个 这个锯底啊 所有的这个价格 都非常高 看到现在这个价格 到年底 可能还有30%左右的升幅 按照目前这个缺口来讲 一定是你不限产 那么限产之后 这个升幅可能会 更加更加高 所以 我觉得这段时间 这个涨价 其实相对不理性 也是比较短暂 但是我们短期内 也没有办法去 去缓解它 政策没有这个余地 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们觉得 股票还是有一定的 这个短暂的一些 这个套利的空间吧 我觉得大家 其实也不用特别感情 我觉得过大概 三个星期应该就过了 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 这个上涨 已经是确定的了 那我们也是具体 来说一下相关的板块 首先说一下这个 刚刚您提到的 煤炭板块 我们看到近期 这些高能耗 高排放的企业 它现产停产的 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就是您提到的 这个电力供应紧张 除了这个政策原因之外的话 就是这个动力煤的价格 也是高起 那我们看到 火电企业深亏 也是加剧了 供电紧张的情况 那么未来 这个煤炭价格高涨的情况 还会继续吗 在政策层面上面 会不会有些手段去控制呢 其实一定会上涨 现在能够控制的手段 其实并不多 而且我们看到 其实发盖委最近的动作 它好像也并不是有 非常强烈的这种 一定要压煤价这个动作 因为我们在这个调研之中 发现了就是有一些信息 就是其实现在很多煤炭 在申报新的产能 其实你这煤炭 其实煤矿在那里 你只要多加人手 你只要可以允许 我这个产能 产量增上去 我就可以加快人手 我就可以把它挖出来 对吧 但是大概现在很多煤炭企业 都是做的这个申报 到10个人拿回来的这个批文呢 其实非常非常小 大概只有10个人煤矿拿出来 拿回来这个批文 也就是说 其实发盖委如果想要这样 它可以大力地去 让大家去 就开始开挖嘛 但它没有这样做 我想第一呢 它可能觉得这个 双炭的目标呢 它一定要达成 另外呢 我觉得可能要提醒一下大家 一个信息 就是说 我们从长远来讲 在过去10年呢 就是美国一直在印钱 但是美国的通胀是非常低的 一直是低于二 它这个通胀 为什么没有起来呢 主要是因为它 它一美元 它把所有的这些 这个通胀的压力 其实都是靠中国 包括一些这个 低端劳动力 包括我们的这个 相对高效的 这个生产效率 可以消化掉 同时呢 就是大宗商品的价格 一直比较低 所以我们呢 它印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后果 但是现在我觉得 其实国内 我们现在可能也没有办法 求受更多的这种通胀 去吸收它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也要 全世界都要接受 这样一个大宗商品价格 非常 中国其实不会去做 主动做这种吸纳的话 它愿意把这个整个 这个上流的成本 传递到下游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来 就包括我现在四五月份 看到美国通胀很高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们绝对不会认为说 就像美联储认为的 说通胀是一个短期的 一个高档 其实它一定是长期的 至少我觉得要维持 在一两年以上 因为现在大宗商品的涨价 其实周期都是在一两年以上 目前这个环境 中国不会吸纳的话 美国一定会自己 吃掉这个成本 所以我觉得 可能法国二爷 不需要去把我们这个 这个成本吸纳到我们这边来 这个煤炭涨了 其实全球都要涨 比如你钢铁啊 电阶铝啊 这个所有的价格 另外一点就是说 其实现在 从蒙古去 进口很多煤 但因为蒙古的这个 它的防疫处理得非常不好 就是整个这基本上 没有人去挖煤 然后运输也没有 所以基本上蒙煤 进口的比较少 以前蒙煤其实还是挺多的 现在只有大概 三分之一 多的一个进口量 所以它也加剧了一些 我们国内的这个 煤炭供应的一个短缺 所以短期内呢 我们觉得这个 第一是我觉得 政府方面也未必会 想处理这些事情 第二也确实有外界的一些因素 导致我们确实 煤价目前有一定的短缺 尤其是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觉得煤炭 为什么值得关注 就是因为这个用力高 风险起来了 冬季这个取暖 这个整个北方 其实冬煤还是非常非常大 这段时间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煤价还能涨到多少 可能目前再涨到10%到20% 可能基本上 巴勒委会再出现一些动作 目前来讲 我觉得其实巴勒委 也只是口头上 在做一些这个 这个要求 没有实质性的一些动作 那我们看到今天 其实港股当中的一些煤炭股 是有回调的 其中眼中煤液的一个 回调幅度比较大 有跌超6% 现在这个阶段 是否是可以值得吸纳呢 煤炭其实因为它 从低端涨上来 其实它的低位涨上来 涨得已经非常巨大的 很多现在有一些机会 就是包括各股 它们在出清 因为上个礼拜 国内一些专家 包括各大券商 都在做煤炭调研 统一的一个论调 就是说希望大家不要去 过度炒做煤炭的一个价格 就是这个期货 包括这个股价 因为现在很多 这个上市公司企业觉得受到关注太大 压力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短期的压力是在的 但是基本上其实没有改变 如果你看这个煤炭 它的股价基本是在下跌 但是如果你看煤炭实体的商品价格 其实是一路在涨 它出现了一个分歧 这个分歧就在于 大家对政策未来的理解 我觉得目前来讲 这个股价可能还是要振到一段时间 我建议投资人其实可以再等一等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进入点 所以现在大家还在一个争持阶段 我们可以再稍微等待一下 另外水泥作为传统的高能耗 高排放的行业 受政策的影响也比较明显 那看到在能耗商控的压力之下 水泥行业其实可能也有进一步的限产预期 那么四季度这个价格是否和以往去比的话 可能会明显地超过去年同期的水平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话 是否在水泥股这一方面 也可以是有一波炒作的空间呢 水泥股它的这个时间点周期比较短 因为北方呢就是10月份之后 它就不能开工了 那南方基本上10月份就是最后一个月 所以你们看到可能这个水泥价格 之前我们也推荐过华润水泥 就是你看它基本上每个星期 这个更新的水泥价格都是加价60%到100一吨 这个价格其实涨幅上很大的 这确实已经超过了之前 以前这个历年的同期的水平 但也是因为今天上半年它一直在跌 所以你看这个到今年来讲 这个水泥价格并没有一个特别大幅的一个变化 但是对水泥股价呢 其实我觉得短期呢是有机会的 但是因为等到这个10月份12月份 可能这个尤其是北方的一些水泥企业呢 可能这个股价弹性就比较少了 比较喜欢这个华润 因为它主要在华南全年都有公期 而且我们目前看这个雨水不是特别多 因为这个雨水一多的话 这个要停工呢 每次下雨就要减10个20块才能卖掉 所以目前来讲我觉得水泥呢 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行情 它的这个基本面相对来讲 没有煤炭啊或者说钢铁那么坚实啊 因为它本身过去的供应量实在太大 然后供应有限 需求相对来讲会受到很多波动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短期关注一下水泥的 就是10月份到10月份目前的一个走势吧 再远呢就比较难 所以它这个周期比较短 但是华润这一方面因为是在南方地区 可能这个周期方面 对于其他的这个股区比较的话呢 也许会有一定的优势 另外除了水泥之外 我们看到铝价也是一路攀升的 铝创新高 今年累计的上涨已经超过了44% 铝价还会继续向上涨吗 这个影响又会带来哪些方面的一些考量吗 还会 这个对结论非常的肯定 铝价一定会继续往上涨 因为之前也讲过 它的需求并不是中国国内的 需求是全球的 不仅仅是过去的一个传统行业对铝的需求 更多的是一个新增的一个需求 包括这个电力站 包括电动车 所有这种轻量化的要求 对铝的需求都是猛增的 那供应上因为这一次限电 电解铝其实是非常耗能的 它基本上是在 还前三吧 就是钢铁电解铝这个 它在这个耗能方面一定会受到限制 然后这一次限电 其实中国铝业最大 有云铝有神火 你们看到其实整体来说 云铝这次 因为它主要是在云南和新疆 很多这个电解铝产都在云南和新疆 限制了很多 限制了供应之后 这个价格一定会再涨 我倒觉得这个股价可能会有一点压力 但是中国铝也没事 就是云里可能会有一定问题 然后神火主要是做一个减增 但是铝的价格 商品的价格一定会继续上涨 那未来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像我们刚刚您在节目当中所提到的 也许股价和商品价格 它会出现一个不同的走势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些不同走势的话 是否都是市场可能在观望政策方面的态度 对的 其实你看这段时间就是像神火这种 它做了一个定增 其实它不是定增 它做了一个减值 11亿的减值 你说它其实 为什么突然开始做这么高的减值 就是因为利润太高了 要藏一下 不希望这个市场有太多的关注 所以股价其实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影响 不仅仅仅是政策的影响 也有很多上市公司 它自己主动做的一些动作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难去预测的 但是对于商品的价格 我们看得到需求 之前我也建议大家看一下 伦敦它的这个铝的库存一直在减少 就是因为大家真的是太缺了 所以这种商品价格是一路高涨 跟股价的这种分歧 我觉得其实会 其实就是政策和市场的一个博弈 我觉得接下来三个月 今年年底都会出现这种状况 就是一轮一轮 大家其实要是做好这个波段 还是很好的一个投资方向 所以未来我们可以做一下 波段方面的操作 另外就是我们知道 去年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 其实主要是输入性的原因 但是当前可能这个原因 就在于我们所聊到的能耗双控 还有现产这两大制约因素 部分商品价格可能会出现暴涨 但是对于一些 其他的商品价格来讲 可能好像我们在双控的情况之下 也许影响不到 但是会不会带来一种外溢效应呢 那他们这其中的机会 我们又应该如何来看待 现在就是因为大宗商品的高涨了 就看能不能过渡到最终的这个消费者 我们现在目前看呢 其实有点难 就是现在这个8月份的这个经济数据 大家也看到了 整体这个消费的热情非常低 我们这个数据其实非常难看 大家以为就是怪罪于这个疫情 因为8月份整体有一个这个南京这个疫情 也算是点中爆发 但是实际上我们觉得可能也未必全是疫情 确实我们现在的经济受到一定影响 大家可是被深入不高 可能没有消费的意愿 那你要是上游加价 然后下游再加价 其实大家更加不买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在挤压下游的利润 也一定要去买原材料 但你生产自己没有利润 你要把它卖出去 就是保证一个生产线的一个满部运转而已 这个其实肯定是不持久的 所以最终呢 我觉得我看到很多状况可能 就是除非这个经济开始浪水开始生动 否则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这个下游企业 它就倒闭了 它不做了 没有办法承受上游的这个高档原材料的价格 所以我觉得这种机会呢 大家可能还是要试一种 就是对于其他行业 看不到特别多利多的机会 大多是一个利空的一个机会 确实是这样 另外有一点值大家关注的呢 可能就是在经济层面上的 首先我们看到在8月份PPI这一方面呢 已经是创出了13年来的新高 而且看到呢 这个同比上涨也是9.5% 就逼近了两位数 现实情况来讲的话 就是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 还会继续的加剧商品供应的缩减 带来价格的飞涨 那么这个将会给经济带来怎样的一些后果 另外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企业它面临着两难的问题 有的时候会看到 政府不同部门 给他们下达的一些指令都是不同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企业的一个增长的话呢 也是让大家会对未来的经济 是有一些担忧的 那后续来讲的话 他们将会如何去面对这些困境呢 其实这个问题 包括所有企业的困境 我觉得就是 其实存在很长时间了 你们看到就是上个星期 这个发改委 或者大大堂出来 就是说要加快煤化工的一个发展 这句话其实说出了非常振动人心 因为在过去十几二十年 煤炭都是整个管理层 都不是特别带电的一个行业 它有污染 然后又有各种旷难事故 基本上对这个行业都不是特别看好的 突然开始说 这个煤化工的时候 大家觉得是不是也 煤炭营那个春天 但转头 发改委又开始说 这个煤炭加个太高了 这个打击炒作 不是真实需求 都是炒作出来的 所以看到其实很多不同的 这个部门 它的观点和意见也不同 所以这个限关不如限管 大家也不知道自己的 这个实际操作应该怎么样 我们现在确实看到了 不经典的煤炭 钢铁电阶率 其实都看到这个状况 就是说政策和执行 它有一定的分歧 所以它是出现阶段性 到底谁的这个意念更强一点 可能这个短期 我就往这个方向去使劲 所以企业也比较难受 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常态 就是我们生活也是一样的 很多这种不同的目标 一段时间有一个 这个短暂的目标去做 所以对于上市企业来讲 其实它就门头 这个生产好了 因为这个短期的政策波动 不影响长期的 一个需求的关系 所以作为投资人来讲 其实更多的是关注什么 就是只要你是长期持有 就是持有周期 六个月到十二个月 我们只要关注 最基本的这种基本面的一个变化 就是它的需求和攻击 所以这个可能我持不起来 相对来讲会放心一点 不会去在意 特别短期的一些波动吧 另外有一点呢 就是现在这个事件 也让大家看到了 其实未来一段时间 也要寻求工业发展 和环境保护的一个平衡 以及说我们在这个大宗商品当中 去炒这个波幅 有一些政策上的不确定性 是不是现在大家着眼于一些环保 包括轻能源的一些概念股 包括核能等等 也许也是现实大家考量 长远去布局的一个好的选择呢 对的 其实呢就是像这个 大家记得这个中早核上市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整个这个核能啊 包括新这个新能源 大家投入的关注很高 但是从2008年之后呢 其实大家也会关注 经济好的时候 大家比如说油价很高 大家会开始提倡 这个新能源的投资 油价已经跌到30多块钱的时候 大家就不会理了 传统能源这么便宜对吧 我干嘛要去花力气去做新能源 所以每一次这种新能源起步呢 都是在这个相对经济比较看好的时候 但是这一次呢 其实有一个意外 就是我们看到 其实国内的经济 其实现在相对来讲 这个处于一个下停的阶段 但是还是要提这个双碳 提这个新能源 这个更多的是一个 我们这个 大家希望在国际 这个政治舞台上 有一些这个发言权 我们在这个双碳能标 在为全球做了一个榜样 所以呢 这个比较短期的一个状况 我们不知道它的持续时间 会有多久 可能最终你要看中美关系 它是不是能够 就是有一些转变 那短期来讲 我们就有这个新能源 它的需求和供给方面 其实也不是特别的这个 solid 就是完全就是坚不可摧 一旦这个油价 其实就现在稳定在70 跌的再多一点 大家是不是一定要 去买电动车 对吧 也未必 对吧 现在包括和 你看中澳和的股价 其实也没什么变化 虽然它这个 一直做的风生水起 做了很多的电站 但是其实 这个市场并不是非常认可 所以我觉得 可能目前来讲 有一些这个钱呢 就是资金上的钱 会追逐 比如说干风利害 这种相对来讲 还是这个能源品 对吧 就是这种不可或缺的这种 就是不可再生这种能源 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讲 东西格局更稳定 像这个核电呢 确实它有很多这种政策的扰动 包括这个市场的关注度很弱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相对来讲 比较也不是很好的表现 这就是我们在新能源方面呢 可能要关注的一点 就是你钱是不是要 要承受好几十倍这种 自由 还是要去买一些这种新能源 它的一些设备商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 而且涨得很高了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慎重一些 现在很多资金 其实去买一些地产 买一些之前 庞低的一些互联网 这个做一些储备 我倒是觉得相对来讲安全一些 明白 那这一件非常感谢杨总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析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和大家继续聊 3 3 5 6 2 3 的